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米月一招手 第五回张仪 看完今天这两集 你有什么感想 看得很出神 觉得很欣喜吗 我觉得很悲伤 当日本的电视剧在拼命的标榜 日本人人性的伟大 韩国的电视剧在不顾一切的宣扬 韩国的人意道德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电视剧在挖掘人性的丑陋 并且以此作为食粮供养我们的人民 这部电视剧这里 你说米月传里到现在为止有好人吗 最终可能是一个都没有 所有的人物关系都是邪恶的 说楚怀王这是个什么人家 最可怕的是 这样瞎编的故事是顶着历史剧 跨年历史大剧 顶着这个名头来的 你说得有多少人认为这是历史 会因此相信说中国人就是那样 你仔细想也麻烦你帮我想一下 说这部片子里有哪些人性的胜利 给我举一个例子好吗 就一个我要的不多 我不要掌声就要一个例子就一个 请回帖告诉我 看完这样的影片 你感觉到了哪些正能量啊 我原来其实挺担心说观众 哎呀不能好好说话 是吧 我现在觉得还好是吧 有那么多的听众站出来为我说话 我真的好感动 我的书这一年多没白讲 至少有人听懂了 我现在觉得 怎么现在中国的文人 有故事不能好好讲呢 是吧 有话好好说不能吗 好好的讲点历史 而不是瞎编 真的不能吗 就你们讲的这些东西 我跟你说 真的让人看不起你们 我们说说张仪吧 是吧 因为他已经被遭近的说面目全非了 历史上的张仪 不是你们今天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 在评价春秋战国那个时代的人物的时候 我们总是习惯于从他是谁的学生说起 大体上你是谁的学生就决定了你的行事风格 你做事的手段 有说张仪是鬼谷子的学生 这件事不靠谱 是吧 张仪学的很杂 但当时这很常见 在一个春秋战国那样思想自由的年代 真的你可以学诸子百家 张仪一生的门派说不清 但有一个张仪的老师是确认的 这个老师就是魏国人公孙岩 张仪是公孙岩的学生 跟着公孙岩到秦国去搞变法 你要你要真的把秦王的那个思想看透 这个秦王我跟你说真的挺没劲的 秦王想改革 是吧 又怕得罪了自家的贵族 搞得最终说不好收场 怎么办呢 于是秦王找来空降司令 咱们现在叫职业经理人 来改组自家的家族企业 就是要靠外人来整治自家亲戚 是吧 把家族制的企业变成公司 其实秦桧文王的这个招数 是跟他老爸学的 是吧 秦桧文王用公孙岩 用张仪和他老爸 用商鞅是一个路数 空降司令的好处就是 随时你可以把他杀了 缓解国内矛盾 这个公孙岩的脑子呢 比商鞅活份 是吧 公孙岩实际上是盼穿了 其中的厉害 于是呢 公孙岩暗中给自己留了退路 公孙岩一面在秦国当大官 一面暗中勾结魏国 使得秦国的好多国策呢 有利于魏国 史书上说张仪呀 向秦王告发了自己的老师 公孙岩于是被秦王降职 然后呢 逃往魏国 带魏国继续做大官 而同样看透这里奥妙的张仪呢 接班做了新一任秦国的宰相 继续当空降司令 从此张仪和公孙岩就成了一对冤家 开始的一场几十年的较量 历史上的连横与合纵大战 就是发生在张仪和公孙岩 这对老师和学生之间 张仪可以肯定的说 他是有很多政绩的 他被秦王启用 不是因为他能说 是因为他有胆量 敢接这个活 而且 居然敢不留后路的 把这个得罪人的活 干到底 张仪都干了过什么呢 对内 张仪坚持了商鞅的法令 在秦国继续推行军功绝制 对外 秦国开展了灵活外交 在张仪以前 咱们说秦国人真的是很很诚信的 是吧 秦国人不骗人 历代秦王都是讲诚信的 但张仪改变了秦国的这个形象 开始通过贿赂权臣来影响各国的决策 这其中你应该说 说这是一个时代问题 就张仪开启了秦国的贿赂时代 张仪所以能用金钱买路 其实主要是因为 在当时各国士大夫手中都握有大权 战国是一个王权旁落的时代 士大夫说了算 而士大夫和诸侯王不是一条心 既然秦国的公孙衍都脚踩两只船 那各国的权臣也其实都大体如此 这不是某个官员品质恶劣的问题 这是一个环境 说你清高 你最终就是屈原那个下场 不是只有楚国这样 战国各国基本上都是这样 贿赂之风盛行 这不是官员道德沦丧 而是官员们的大权在握 这是大权在握的必然结果 是体制问题 你看电视剧里那个金上 是吧 这个人历史上确有其人 但不仅仅说秦国 楚国有一个金上 各国都有 楚国也不仅仅就只有一个金上 好多呢 你往后看 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奔波 和国家不是一条心 在这种情况下 秦国对六国大打金援战争 通过贿赂 影响各国政策 这是秦国聪明 利用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就许你们高干子弟 战国四公子 拉拉扯扯 就不许人家秦国搞点 搞点意思意思吗 凭什么呀 我其实从心里不认为 张仪搞的这个金援外交 是道德问题 张仪不是儒家 他不认为行贿是道德不允许的 他不认为这是可耻的 就如同宗教一样 我不是和尚 我当然可以吃肉 你是和尚 是你约束了自己 你说张仪今上是坏人 是因为你是和尚 你看着别人吃肉 心里难受 儒家思想束缚着你 很多人其实不懂 张仪的外交并不是用嘴说 是吧 我们说张仪有不烂之舌 张仪的外交不是用嘴说的 是用钱说话 不是张仪说 是各国大臣拿了张仪的钱 替张仪说 帮着张仪想主意 怎么蒙自己的大王 所以张仪才能出神入话 说一个乘一个 你得明白 这背后啊 是钱说话 张仪确实是一个能量很大的外交官 史书上说 他同时担任着多国的相国 很多人认为张仪这是搞兼职 是吧 这是误会 战国发展到中期末期 咱们说 士大夫已经掌握了各国的政权 各国基本上都是大臣说了算了 王权极度衰微 过去你知道诸侯国之间 就国王之间怎么签订协议吗 说说咱们两个国家相互友好 咱们签个和平条约吧 怎么保证你能实施呢 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我们质子 什么意思 你把你儿子送我这压着 我把我儿子送到你那去 这是战国初年 到了战国末期 质子根本就没用 是吧 因为国王很多事情说了都不算了 你压着他儿子有什么用呢 信不由衷 志无义也 秦始皇的老爸作为质子 压在赵国 秦国还不是在长平杀了四十万赵军吗 质子有什么用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两国相互派宰相 或者干脆咱们用一个相国 那意思就是我们之间没有秘密 于是张仪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忙的相国 奔波在各国首都之间 比习主席还忙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 好中国 日本 韩国 美国 俄国 欧盟 就这些大国的二把手 全是一个人 你说他不得忙死 从这儿说张仪是一个有真才实觉的人 不是说一个只会动嘴的人 否则他也得不到各国领导人的共同认可 更不可能说张仪是那个屈言覆试的小人 肯定的说张仪不符合儒家道德行为准则 按照这个标准 张仪是坏人 但问题就是儒家思想在战国根本就不是主流 历史剧里 楚国上下满嘴人意道德 这是错的 楚国当时不流行这个 楚国当时盛行的是巫术 你看看历史 张仪最大的功绩 其实就是他帮助秦国扭转了战局 就是在张仪的策划下 秦国轻易的取得了商鱼之地 进而取得了汉州 这些土地的取得 不但让秦国的军功绝制 有了可以分封的土地 从而减缓了秦国国内的改革压力 你总得有地分给 分给士兵 士兵才会为你卖命 是吧 同时呢 秦国取得这些土地 还大量增加了秦国的人口 为秦国最后取得对楚国的战略优势 奠定了基础 秦桧文王这是张仪几乎 张仪这一生几乎都是伴随着 秦桧文王度过的 秦国就是在这位君王 秦桧文王就是电视剧里 你看吧 米叔和那个米越将来的老公 就是秦桧文王 就是在这位秦王手里 秦国实现了一次飞跃 从一个三流国家 秦越成为一个一流国家 而秦国最重要的大臣 毫无疑问就是张仪 张仪是秦国历史上 一个重要的强力宰相 我们应该记住秦国这几个强力宰相 商鞅 张仪 范随 吕不伟 按照我们现在儒家的眼光 他们都是宁臣 商鞅粗暴 这叫不仁 张仪狡诈 这叫不信 范随狭隘 这叫不义 吕不伟狂妄 这叫不忠 但秦国就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而强大 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要强大 并不是只有儒家这一条路可走 在秦惠文王死后 这个张仪就归隐了 退休了 是吧 离开秦国的第二年就死在了魏国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 和电视剧中那个张仪不同 历史中的张仪 行为算不上光明磊落 但这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这是一个行大事不拘小节的人 这是一个能审时度势的人 是有大智慧的人 是一个儒家以外充满正能量的人 张仪绝不是靠写个软文 取悦取悦君王到处行骗的骗子 好了 有感而发 是吧 今天看了电视剧里的张仪觉得 有必要站出来 替张仪说几句公道话 明天我想现在预计呢 明天咱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我这个广播叫米月一招手呢 因为眼看着米月传的大戏 最精彩的 最精彩的部分 马上就要开始了 而且呢 从现在看 它的剧情和我最初设想的不同 走的不是一个路数 那我现在在讲这些 就不算剧透了 是吧 我说过 我不做剧透 因为电视剧讲的故事和我的故事 其实心里的故事没什么关系了 我觉得那就不妨把我的故事拿出来讲讲 大家一边看电视剧 说脑子里有个历史上的米月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甚至更深的感触 下一回咱们就说说 历史上米月是如何游走在四个君王之间的 为什么我的故事叫米月一招手呢 好了 我们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看电视剧 听掌柜讲历史 是 рай得比到 HTT 看电视剧 まぁ用担心上 看电视剧 计�ter 我们俩在正层局 现在 language流行 看电视剧 感谢观看